亲过女人这三个地方呢 那才叫真爱 男人和女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 嘴上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爱 那如果他深情的闻你 那就不一样了 第一嘴唇接吻是最能够直接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 只有两个相互恩爱才会愿意跟对方接吻 那如果一个男人口口声声的说爱你啊 甚至你们都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但是却排斥和你接吻 这说明他并不是那么爱你啊 只有接吻的时候 心与心的距离才是最近的 能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 第二亲吻额头 就如小的时候呀 父亲亲你的额头一样 那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的话 就会把你当成女儿一样的去宠爱 比如说每天早上啊 上班之前啊 他会亲一下你的额头 然后再去上班 这就是在表达对你的宠爱了 因为呢 他已经把你当成公主了 想时时刻刻把你捧在手心里面 第三亲吻手背或者是无名指 是一种信赖和依靠 更代表着一种承诺的力量 说明呢 他想跟你有未来 想永远保护你 所以呢 一般男人在求婚的时候 都会去亲吻女人的手背 他想让你明白 这一辈子信他 准备走